大家好! 今天又來看《極度主夫》第22話 這個是誰? 應該是一間餐廳的老闆 他說 雖然這次是臨時請你來 但是龍先生你下頭 下頭即是說OK 說好 下頭即是頭 下頭即是頭 下頭 阿龍先生你下頭 我都可以放心 將這間餐廳交給你 即是將這間餐廳交給你 事成之後是會有報酬的 即是搞定之後會有報酬 會有錢或者會有 不知了 有東西可以收的 報酬 我都很久沒有大展新手了 好啦阿龍究竟接了一宗什麼工作呢? 好啦這間餐廳 有兩個客人進來 歡迎光臨 他們都很像黑社會 唉這群混蛋 竟然看不起我們 讓我們 讓我們 叫人過來 給他們一些顏色 給他們看一下 給他們一些顏色 給他們看一下 即是給他們一些 展示給他們看 我們有多厲害 給他們一些顏色 給他們看一下 好 歡迎光臨 阿龍捧著一杯東西過來 嘩 嘩 嘩 第一次見到你在這裡 小子 你新來的嗎? 對阿 我剛剛來這裡做part time 做兼職 你看 你想好要什麼嗎? 我就要這個 我記得這間店 好像我們 是我們 即是 是我們的地頭 即是這間店是 怎麼說 是我們 嘩 怎麼說呢? 即是 是他們 這幫人 這個黑社會 是保護這間店 對阿 那 在這裡 就說 OK 日本的黑社會 即是 如果你是 給日本的黑社會 保護 即是說 這黑社會可以 免費地吃東西 喝東西 好 那我倒杯咖啡給你 這個是送的 這個是送的什麼? 槍? 送槍? 什麼槍? 喔 送豆 一粒豆 好了 阿龍跑跑跑跑 跑去捧咖啡 倒咖啡 好了 你們 看著吧 是你的 牛奶咖啡 你的 是一隻 老虎? 一隻貓? 嘩 是一隻貓? 喂 不是啊 我也沒有叫牛奶咖啡 不好意思 是我叫的 蛤? 你幹嘛叫牛奶咖啡 還要人拉花 拉花 即是在咖啡上 弄一些圖案 拉花 不好意思 說實話 說實話 你最近都 給不少錢 是 是 是 嗯 呃 哪位客人 叫了蛋包飯 啊 啊 我的 阿爹 又不肯是叫你來吃飯的 蛤? 叫蛋包飯 幹什麼? 啊 真是對不起 阿龍 嘩 蛤? 拿些什麼出來啊? 咦? 拿? 呵呵 番茄醬 茄汁 sorry 茄汁 好了 這個是蛋包飯 日本的蛋包飯 就是外面是蛋 裡面是飯 好了 這個是我們 小小心意 這是什麼? 合意 合意 怎麼解釋呢? 合意即是你看一些功夫片 沒有合片 有些人懂功夫,功夫很厲害 他就會幫別人,幫其他人 那個就是合 合意,意即是justice 即是這一種的justice 合意 合意啊! 但是那個大哥很不滿意 他馬上拿一杯水,倒進一杯水裡 整杯水 對啊! 啊!即是剛剛 由剛剛開始 你就是看不起大哥 是不是? 啊!沒有啊! 啊! 啊! 特大的... 什麼? 特大的...啊! 啊! 士多啤梨巴菲 是哪一位的? 巴菲是不是? 就是這一杯東西 應該叫做巴菲 啊! 士多啤梨巴菲 是哪一位的? 是我的!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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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吃著這個甜品,那小子就吃過蛋包飯,很開心 啊,是,拜拜,歡迎兩位再來 嗯,兩個社會走出店鋪,他究竟是誰? 他,何方神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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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何方神聖,在功夫片或者武俠片會說 龍先生,辛苦你了,這個是今天,你 嗯,是有些,嗯,就是,我的打工錢,這些錢,夠買禮物給美狗了 嗯,嗯,嗯,不知道阿龍會買什麼禮物給美狗呢? 阿龍好辛苦打工,可能又要買Figure給美狗 好啦,那就今天先看著這麼多 下次再見,拜拜